建于此次大会的主题 我想也许应该教导一下 神所指定的时间 我全心相信 你们在座的 即便不是所有人 但大多数人都很了解 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事情 我们每周都在给你们发消息 有几百万人在看这些消息 我有好多次感觉 我们正在制造一袋信徒 他们拿着苗表在家里等着说 哎 被提什么时候会发生啊 我们刚刚听完一场信息 我希望我们都明白 刚才那场信息讲的那个日子 与我们都没有关系 那个日子会来的 因此我要用哈巴古书二章三节 开始我的信心 因这意向关乎一定的日期 很快就要实现 绝不突然 纵有迟延 仍当等候 因为它一定会来到 绝不耽误 如果你认为有迟延 那是因为你不耐烦 那些事一定会实现 因为应许的那一位是信实的 所以我们必须明白 我们需要接受一个事实 时间 日期都是神所指定的 神有权决定事情将在何时 发生什么 以及如何发生 时间这个概念 是永恒的神创造的 你知道神是永恒的 但是他创造了时间的概念 他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 发明了时间这个概念 约翰福音一章一节说 太初有道 太初有道 所以有一个开始 你知道科学家斯蒂芬霍金说 我确切地知道 世界是怎么来的 但我真的不知道为了什么 好吧 神知道为什么 因为神创造世界 是为了完成他的目的 神创造了世界 而他创造的这个世界 在受造时 已经有道存在了 因为道不是受造物 太初就有道 哥罗西书一章十六到十七节说 因为天上地上的万有 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 无论是做王位的 或是做主的 或是执政的 或是掌权的 都是本着他造的 万有都是借着他 又是为着他而造的 他在万有之先 万有也一同靠着他而存在 耶稣在创世以前就在了 他自有 拥有 一直在那里 因为他不是受造的一部分 他是造物的主 神在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 开始了时间 创造了日子的概念 起初神创造天地 地是空虚混沌 深渊上一片黑暗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神说 要有光就有了光 当然 我们知道 那就是第一天 第一次出现了一天的概念 顺便说一句 在希伯来语中 我们不把星期天叫星期天 你们叫星期天 我们叫第一天 因为那就是第一天 我们在出埃及记十二章二节 看到了月份的概念 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 为一年的第一个月 所以神先创立了日子的概念 又创立了月份的概念 然后在创世纪八章二十到二十二节 正如我们今天早些时候听到的 挪亚给耶和华筑了一座祭坛 拿各样洁净的牲畜和飞禽 献在祭坛上作为番祭 耶和华闻了那辛香的气味 就心里说 我必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这地 因为人从小时开始心中所想的 都是邪恶的 我也必不再照着我做过的 击杀各样的活物 大地尚存之日 播种 收割 寒暑 冬夏 白昼和黑夜 必然循环不息 所以是神创造了日子 神创造了月份 神创造了季节 也是神创造成全球变暖 地球有时候热 有时候冷 后来我们被创造了 我们是受造物 不是创造者 我们被创造来到一个已经有时间概念的世界 神是永恒的 我们不是 所以我们是受造的 然后我们知道 我们的时间与神的时间不一样 因为神指定了所有日期 神做事的时候 总是准确地按祂的日子和十分秒来做 必须如此 因为众先知所说的话 必须应验 但是你是星期二信主的 不是星期三信主的 那不重要 耶稣在约翰福音七章六节 对门徒说 我的时候还没有来到 而你们的时候随时都方便 你可以随时传扬主 随时敬拜神 随时成为基督的跟随者 我变成基督徒 不需要是在一周中特定的一天 今天是星期天 我今天成了基督徒 我不需要非得是明天成了基督徒 但神的日子 必须在特定的日子 特定的时分 所以将来到了一个特定的时间 我们会离开这里 那会在一个指定的日期发生 有具体的十分秒 但你不用管是哪个时刻 以弗所书五章十五到十六节说 所以你们行事为人要谨慎 不要像愚昧人 却要像聪明人 要把握时机 因为这时代邪恶 所以他在给你建议 看你生命所有的日子 已经为你所有了 你要有智慧的爱惜光阴 因为现今时代邪恶 在邪恶的世界中 你应该发光 哥罗西书四章五节说 你们要把握时机 用智慧与外人来往 我们从圣经中知道 智慧是什么 神没有说只在星期天 或星期三 或一天中的特定时分 用智慧与外人来往 不 我们人的时间更灵活一些 因为我们是他的羊 他会决定何时做什么 以及怎么做 诗篇三十一篇 十五到十六节说 我的一生都在你的手中 求你救我脱离我仇敌的手 和那些迫害我的人 求你用你的脸光照你的仆人 以你的慈爱拯救我 我们的时间 掌握在神的手中 还有老摩西 在可能是他写的唯一的诗篇 第九十篇 最古老的诗篇中说 我们一生的日子 都在你的震怒中消逝 我们度尽的年岁 好像一生叹息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 如果强壮可到八十岁 但其中可夸耀的 不过是劳苦愁烦 我们的年日转眼即逝 我们也如飞而去了 摩西真的需要喝能量饮料了 传道书三章一到八节说 万事都有定期 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生有时 死有时 栽种有时 拔出所种的也有时 杀戮有时 医治有时 拆毁有时 建造有时 哭有时 笑有时 哀痛有时 踊跃有时 你看 时间的概念是神发明 神创造的 然后给了我们 要巧妙地使用时间 爱惜光阴 不要忘了 神拥有至高的主权 神决定发生什么事 在什么地方 什么时候发生 当事情是由神来决定时 哦 我的天哪 那神会让那事情 完全准时发生 是神创造了日子 神在一个特定的时刻 创造了世界 斯蒂芬霍金 不明白 为什么要创造 那不关我们的事 神创造了世界 他完成了创造 那就是开始 然后神向挪亚透露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他会在什么时候发洪水 洪水会持续多久 神不只是说 挪亚 开始造方舟吧 稍后我再通知你时间 你方舟还没造好吗 别担心 继续造 神把时间告诉了挪亚 挪亚确切地知道 过七天以后 神将把洪水 倾倒在全世界 知道要持续多久 你能想象吗 创世纪七章四节 因为再过七天 我就要一连四十昼夜 降雨在地上 我把所造的一切生物 都从地上除灭 挪亚必须等着那七天过去 因为神定了日期 神告诉挪亚 挪亚 听着 日期定好了 当神想让我们知道日期时 祂就会告诉我们 你就不必坐在那猜 彼得后书二章五节说 神也没有姑息上古的世界 反而是洪水淋到那不敬钱的世人 只保存了传异道的挪亚一家八口 挪亚在等候的那七天 一直在做什么 一直在传异道 他不是拿这个苗表 坐在那倒计时等 彼得后书三章六到七节说 当时的世界 因被水淹没而消灭了 但现在的天地 还是因着同样的话 可以存留 而将来到什么时候 要用火焚烧 到不敬钱的人 受审判和遭灭亡的日子 用火焚烧 所以有指定的日期 一个特定的日期 神拣选亚伯拉罕 以及他的后裔 做他的子民 也是在他自己指定的时间 创世纪十二章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你要离开本地 本族富家 到我只是你的地方去 我必使你成为大国 赐福给你 使你的名为大 你也必使别人得福 给你祝福的 我必赐福给他 咒诅你的 我必咒诅他 地上的万族 都必因你得福 这是神决定的 是神做的事 他都没有去问亚伯拉罕 你有什么看法 我们很民主的 创世纪十八章说 耶和华岐有难成的事吗 萨拉必生一个儿子 在什么指定的时候生 到明年这个时候 我要回到你这里来 那时萨拉必生一个儿子 神已经定好了时间 到时候 他会让萨拉 给亚伯拉罕 生个儿子 创世纪二十一章 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 萨拉怀了孕 然后到了什么时候生 到了神阴血的日期 就给亚伯拉罕 生了一个儿子 有一个定好的时间 那是神指定的时间 看 我们也许是今天做什么事 明天可能做不了 但是神行动起来 一定是在定好的时间 准时完成 罗马书十一章说 那么我要说 难道神丢弃了 他的子民吗 绝对没有 因为我自己 也是以色列人 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属于变亚拟支派的 拣选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 成为全世界的 祝福的同一位神 在两千年前提醒你 神对他的子民的事 还没做完 他从未忘记 他的子民 这是同一位神 神指定了预表 他的救赎计划的 各个节期 交给犹太人 让他们世代相传 列位记二十三章里 有各个节期 逾越节预表 耶稣是神的羔羊 无教节预表 耶稣无罪的生命 初熟节预表 他是睡了只人 初熟的果子 成为地球历史上 第一个出生了 活过了 死了 又复活了 并且再也没有死过的 这以前从未发生过 七七节预表圣灵降临 吹角节会很有意思 到时候 耶稣带着我们一起回来时 整个世界都会听到号角 但以色列也会听到号角 赎罪日预表 撒加利亚书十二章所说的 到时他们看见 他们所赐的那一位 会悲痛 哀哭 悔改 祝彭节是最长 和最快乐的节期 预表一千年的千年亡国 主神将与他的子民住在一起 也有人认为 这可能是预表 新耶路撒冷到来 神住在他的子民中间 我要讲的重点是 这些全都是指定的节期 指定的时间 代表过去发生的事 和将来要发生的事 加拉太书三章说 那些应许本来是给亚伯拉罕 和他的后裔的 神并没有说给重后裔 好像指着多数 而是说给你的一个后裔 指着一个就是基督 应许给亚伯拉罕的是基督 我要这样说 神预先立好的约 那430年后才有的律法 不能把它废掉 使那应许落空 因为所承受的 如果是出于律法 就不是出于应许 但神是凭着应许赐给了亚伯拉罕 哥罗西书二章说 所以不要让人因着饮食 节期 月朔 安息日 批评你们 这些不过是将来的事的影子 那真体 却是属于基督的 西伯来书十章 律法既然是以后要来的 美好事物的影子 不是本体的真相 就不能凭着每年线同样的祭品 使那些近前来的人得到完全 然后耶稣来到了这个世界 耶稣弥赛亚 这世界的救赎 神派他的儿子来到了世界上 加拉太书四章说 到了什么时候 到了时机成熟时 耶稣到来 有一个指定的日期 指定的时间 但到了时机成熟 神就差遣他的儿子 由女人所生 不是由男人变成女人所生 也不是由女人变成男人所生 而且生在律法之下 耶稣是犹太人 而不是巴勒斯坦人 或黑人 希伯来人 他是生在律法之下的犹太人 要救赎谁 要把律法之下的人救赎出来 记着 他先去了他自己的地方 好让我们得着四子的名分 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隔绝 现在我们需要被收养回来 成为四子 各位 约翰福音三章16到17节说 神爱世人 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因为神拆他的儿子到世上来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在那个定好的时间 耶稣降生了 他到世上要做什么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而是要是世人借着他得救 不仅如此 甚至耶稣开始服侍 传道 都是在预定的时间开始的 马可福音一章 约翰被捕以后 耶稣来到加利利 宣讲神的福音 说了什么 他说 时候到了 神的国尽了 你们应当悔改 相信福音 在马太福音26章 他说 你们到城里去见某人 对他说 这是他为预备 逾越节的晚餐 讲的话 他说什么 他说 我的时候快到了 所以在一个指定的日子 小时 分钟 我要到你那里 和我的门徒守逾越节 这给人留有选择 可以拒绝吗 没有让人来选择时间 耶稣不仅是在预定的时间降生的 在预定的时间开始服侍的 表明了 他在那预定的时间 要在新约里做什么 而且罗马书五章六节说 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 基督就照锁定的日期 为不敬前的人死了 是照锁定的日期 他还给教会拆来了圣灵 约翰福音15章 我从父那里要拆来给你们的宝会诗 就是从父那里出来的真理的灵 他来到的时候 要为我做见证 更林多后书五章 那在我们身上完成了工作 使我们达成这目标的就是神 他已经把圣灵赐给我们做凭据 以佛所书四章 不可让神的圣灵忧伤 因为你们怎么样 你们受了他的印记 等候得赎的日子 这等候是有目的的 也是有季节性的 会有时间到了的时候 将来 他会来救赎教会 脱离即将到来的神的愤怒 他在马太福音24章说 至于那日子和时间 没有人知道 连天上的使者和子也不知道 只有父知道 那日子和时间会突然间到来 我们是不知道的 希伯来书十章说 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坦然无惧的心 这样的心是带有大赏赐的 你们还需要什么 你们还需要忍耐 既然你不知道是何日何时 那么你需要什么 你需要忍耐 好是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 可以领受所应许的 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 那要来的就来 并不迟延 这是在引用谁的话 引用的是哈巴古书里的话 就是我开始的时候 引用的那节经文 我的义人必因信得生 如果他后退 我的心就不喜悦他 这一句引用的是哈巴古书二章 接下来的第四节 但我们不是那些后退 以致灭亡的人 而是有信心 以致保全生命的人 帖撒罗尼加前书一章 他们都述说 你们是怎样接待我们 而且怎样离弃偶像 归向神 要服侍这位又真又活的神 并且等候他的儿子 从天降临 这就是神使他从死人中复活 救我们脱离将来的愤怒的 那位耶稣 耶稣会在将来的愤怒 到来之前救我们走 他已经救我们复活了 将来他不是要从神的愤怒当中 把我们救出来 而是要救我们脱离将来的愤怒 启示录第三章 写给非拉铁非教会的话说 你既然遵守了我忍耐的道 我也必定保守你脱离那试炼的时候 这就是那将要临到普天下 来试炼住在地上的人的时候 将来的那试炼 是要试炼还住在地上的人 不是要试炼你们信徒 将来 他必因圣徒的行为 用公义的冠冕奖赏他们 什么时候 在一个预定的日子 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也说 无论你们做什么 都要从心里去做 像是为主做的 不是为人做的 因为你们知道 你们一定会从主那里 得到基业为赏赐 你们应当服侍主基督 看保罗在死以前几天的时候 写下了圣经中最打动人的话 他说 从此以后 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他说那美好的仗 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 我已经跑尽了 所持的信仰 我已经守住了 从此以后 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就是按公义审判的主 在什么时候 注意他说 在那日 要赏给我的 他说的不是 我现在进了天堂 马上就会得到我的奖赏 他知道 有一个指定的日子 有一个指定的时间 到时候不仅是他 而且所有的信徒 都会得到 同样公义的冠冕 看 他说 不但赏给我 也赏给所有 爱慕他显现的人 你爱慕他的显现吗 你想看见他显现吗 你想让他回来吗 那这冠冕也要给你 启示录三章 我必快来 你要持守你所有的 不要让人拿走你的冠冕 有一顶冠冕在等着我们 将来 他会派他的儿子 带着他的新娘 来统治审判这个世界 使徒行传十七章 过去那无知的时代 神不加以追究 现在他却吩咐各处的人 都要悔改 保罗在对雅典 所有这些聪明人 说这话 因为他已经定好了日子 他已经定好了日子 要借着他所立的人 按公义审判天下 并且使他从死人中复活 给万人做一个可信的凭据 启示录十九章说 我观看 见天开了 有一匹白马 那骑马的称为忠信和真实 他按着公义审判和作战 他的眼睛好像火焰 头上戴着许多皇冠 他身上写着一个名字 这名字除了他自己 没有人认识 他身穿一件 浸过雪的衣服 他的名字 称为神的道 天上的众军 都骑着白马 穿着洁白的细麻衣 跟随着他 穿着洁白细麻衣的人 是谁 就是我们呀 要习惯这个 听着 在耶稣回到地球时 如果你看到的是他的脸 那你就有麻烦了 你应该看到他的后背 你应该是骑马 跟在他后面 如果你是看着他 朝着你来 那你就站在了 错误的一边 将来 他要让所有人 接受最后的审判 启示录22章 看哪 我必快来 赏赐在我 我要照着个人 所行的报应他 他不会因为一个人 没做过的事 而审判他 他会根据一个人 做过的事 想过的事 根据他计划的 来审判他 他是一位公义的审判官 他不会用非常诡异的方式 弹劾一个人 传道书八章说 各样事物成就 都有合一的时机和定局 尽管人的灾祸 重压在自己身上 在诗篇75篇里 神说 我选定了日期 我要按公正施行审判 神自己会选择合适的时间 时间不由人来定 时间到了 事情就会发生 传道书三章 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 因为各样事物 各样工作都有定时 诗篇37篇 你要等候耶和华 谨守他的道 他必高举你 使你承受地土 恶人被剪除的时候 你必看见 诗篇37篇 你要在耶和华面前 静默无声 耐心地等候他 不要因那凡事顺利的 和那恶谋得逞的 心怀不平 希伯来书九章 按着定命 人人都要死一次 死后还有审判 照样 基督为了担当许多人的罪 也曾经一次把自己献上 将来他还要再一次显现 不是为担当罪 而是要向那些热切 期待他的人成全救恩 这节指的不是 耶稣再回到地上 而是指耶稣将来 在空中云里的显现 耶稣已经来过一次 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 下一次耶稣来 是为什么 是为信徒的身体 从这个邪恶世界中得救 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也讲了 启示录二十章 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 和坐在上面的那位 天地都从他面前逃避 再也看不见了 我又看见死了的人 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 暗卷都展开了 听着天堂里有一摞书卷 另外还有一卷书 神在那一摞书卷里 记录了人类历史上 每一个出生过的人 你在担心脸书记录你吗 其实一切都被记录下来了 圣经说 暗卷都展开了 还有另一卷 就是生命册 也展开了 死了的人 都凭着这些暗卷所记载的 照着他们所行的受审判 于是还把其中的死人交出来 死亡和阴间也把其中的死人交出来 他们都照着个人所行的受审判 死亡和阴间也被抛在火壶里 这火壶就是第二次的死 凡是名字没有记在 羔羊的生命册上的 他就被抛在火壶里 神在造新天新地 让新耶路撒冷降下来之前 会让万有都浮在他的脚下 以弗所书一章说 到了所计划的时机成熟 就是天上地上的万有 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 格林多前书15章 讲在基督里复活的次序 初熟的果子是基督 以后在他来的时候 是那些属基督的人 再后末期到了的时候 基督把所有的统治者 掌权者和有能者都毁灭了 就把国度交给父神 因为基督必要做王 基督将带我们一起做王 直到神把所有的仇敌 都放在他的脚下 最后要毁灭的仇敌 就是死 因为经上记着说 他使万物都浮在他脚下 既然说万物都浮了他 显然那使万物浮他的 就不包括在内了 等到万物都浮了他 那使子自己也要服那位 叫万物服他的 好使神在万有之上 传道书三章说 他使万事各按其时 成为美好 他又把永恒的意识 放在人的心里 听着 现在准备向永恒起飞了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神把永恒放在了我们心里 虽然这样 人还是不能察觉 神自始至终的作为 圣灵降临以前 只有极少数的人 能明白神的时间 所以神向特定的人 启示了时间 请容我再补充一下 有时候神会向整个支派 启示时间 历代之上十二章说 以萨加支派的子孙中 通晓时事和知道 以色列当怎样行的 共有两百个首领 看 以色列有一整个支派 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 这个支派被赐予了 先知的恩高 通晓时事 知道应当怎么行动 以赛亚书五十九章说 看哪 耶和华的手不是缩短了 以致不能拯救 他的耳朵不是不灵 不能听见 而是你们的罪孽 使你们与你们的神隔绝 你们的罪恶 使他颜面不顾你们 不听你们的祷告 因此 神只好通过敬前的先知 来传达他的信息 这就是为什么阿摩斯说 如果主耶和华不先把计划 向他的仆人众先知显示 他就不会做任何事 因此彼得在彼得后书一章说 因为预言不是出于仁义的 而是人受圣灵的感动 说出从神而来的话 看 根据以赛亚书四十六章 是神从起初就宣告了末后的事 但这只有少数人明白 也只有少数人有使命 把这传讲给众人 像但以理 在但以理书九章所传讲的 马代人亚哈随鲁的儿子 大利乌被立为王 统治加勒底国的第一年 就是他做王的第一年 不管你们用英语怎么叫这名字 反正你们念的是错的 因为原文是英文 我但以理从经书上留意到 耶和华临到耶利米先知的话 指出耶路撒冷荒废的年数 必满七十年 看 但以理甚至都没想到 他自己是个先知 他以为自己是学生 他把耶利米称为先知 但以理是圣经的学生 他知道神会启示先知 但以理说 我不会听别人的 你知道在但以理的时代 有多少假先知发育员说 就是现在了 再过去时候就到了 如今也是这样 因此我一直跟人讲 我是非先知组织的 有一次我和Barry 最后是一块旅行石 碰到了一位女士 这不是开玩笑 那位女士在登基桥上碰到我 她说 你是阿密尔先知呀 我差点心脏病发作 大家最不应该这样称呼我 我不是先知 我根本不知道我是先知 我只知道一点 那应许我们的神是信实的 但以理明白神的时间 因为他相信先知的话 我也很想告诉你们 但以理被呼召 他很忠实 因此他明白了先知的话 然后神向他启示了一幅 更宏大的末日途径 彼得前书五章说 所以你们要谦卑 服在神大能的手下 到了时候 他必叫你们升高 你们要把一切忧虑 谢给神 因为他顾念你们 我希望你们知道 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聚会上 发生了很奇异的事 我之前一直得到的教导 是说我们信徒 是知道时代和季节的 那后来我读到 使徒行传一章说 耶稣和他们一同吃饭的时候 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说你们要等候父的应许 就是你们听我讲过的 约翰是用水施洗 但再过几天 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他们聚集的时候 问耶稣说 主啊 你要在这时候 使以色列复国吗 看 他们不明白 耶稣说 父凭着自己的权柄 锁定的时间或日期 你们不必知道 可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领受能力 当圣灵降临在你身上时 你就会得到能力 然后呢 你最好去做 要你去做的事情 不要再数日子了 不要再尝试 你看 如果神没有告诉你日期 顺便说一句 神确实告诉了伊利米日期 因此但伊利在等待那日期 但这段经文讲的是不同的情况 他们想知道 他们不必知道的 甚至那时候 他们还没有圣灵来明白 他们需要明白的东西 所以接下来耶稣说 你们需要做什么 你们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撒玛利亚和加利福尼亚州 做我的见证人 你们在这里就是为着目的 以佛所书一章 我们在他爱子里 借着他的血蒙了救赎 过犯得到赦免 我希望你们知道 关于以色列的救恩 也有一个预定的时间点 就是等到外族人的全数满了的时候 全以色列都要得救 但伊利说了 为你的同胞和你的圣城 已经定了70个期 我们确切地知道 以色列何时会得救 我们知道 我们不知道 从什么时候开始倒计时 但是一旦我们信徒 从这里被提走 我就可以告诉你 确切地添书 先把我带走 我就会数数了 彼得死以前不久 发现有必要警告大家 提防假先知 因为假先知真的是这样 彼得说 我们从前把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 和降临的事告诉你们 并不是随从巧妙捏造传奇的故事 我们不是自己号称是使徒 我们却是亲眼看见过他 威荣的人 因为他从父神得着尊贵荣耀的时候 在极显赫的荣光中 有这样的声音对他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这从天上发出来的声音 是我们和他同在圣山上的时候 亲自听见过的 我们还有先知的话 是更确实的 很神奇吧 圣经所有的预言 都不是出于仁义的 而是人受圣灵的感动 说出从神而来的话 所以我们如果跟着江湖骗子 假教师 假先知 就会受骗 不能正确理解时间和季节 那些人经常告诉你 哦 这事现在要发生了 你看 已经出现了雪月 日食 等等等等 人人都成了天文学家 马太福音24章说 那时 如果有人对你们说 看哪 基督在这里 或说他在那里 你们不要信 因为必有假基督和假先知出现 显大神迹和歧视 如果可以的话 他们连选民也要迷惑 耶稣不允许门徒 在预定的时间到来之前 向任何人透露 他就是弥赛亚 这不是很有意思吗 你知道吗 听听马太福音16章说 于是耶稣吩咐门徒 不可对人说 他就是基督 从那时起 我想说 等一下 我还以为你想让我告诉所有人 你是弥赛亚呢 不 时间还没到 因为如果你现在在我还在这里的时候 就告诉他们 你知道他们会做什么吗 我还没能为你们受死 他们就会加冕我 做国王 他们会完全弄错 所以怎么样 从那时起 耶稣开始向门徒指出 什么 指出他必须 大家一起念必须这个词 他要去做不得不做的事 是他必须做的 他必须往耶路撒冷去 受长老 祭司长和经学家许多的苦害 并且被杀 第三天复活 彼得听了耶稣说的这些话 就说 什么 喂喂喂 耶稣 打住 你到这边来一下 你怎么敢这样说话 这时 耶稣 转过来对彼得说 撒旦 退到我后面去 你是绊脚石 我爱你 所以我需要为你死 所以如果你告诉我 我不应该死 你就是我的绊脚石 因为你不思念神的事 只思念人的事 因为你不知道该是哪个日期 彼得还说话的时候 有一朵明亮的云彩笼罩他们 这时在讲 耶稣在这座山上变了形象 云中有声音说 你们要听他 这时耶稣前来 摸着他们说 起来 不用怕 他们抬起头来 看见只有耶稣自己 没有别的人 他们下山的时候 耶稣吩咐他们 人子从死人中复活以前 你们不要把所看见的异象 告诉人 反正你们也不明白 所以闭嘴 不要说话 你们只会把事情弄糟 没有人会明白你们说的 让我先为你们死了 之后我会解释一切 路加福音十九章 耶稣快要下橄榄山的时候 全体门徒因为所看见的一切神迹 就欢乐起来 有意思吧 耶稣只有在他进入耶路撒冷的那一天 才允许众人说 他是弥赛亚 这时候耶稣说 我告诉你们 他们若不出生 石头都要呼叫了 为什么 因为那已经到了 但以理预言指定的时间 因为那时正好已经过了六十九个期 就是六十九乘以七 再乘以三百六十天 也就是从尼西米纪二章里 颁布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法令那一刻起 过了十七万三千八百八十天 必须是那一天 就在那一天 耶稣说 好了 现在我允许你们 称我为弥赛亚了 因为但以理预言了 说弥赛亚一定会来 有一个预定的时间 路加福音十九章 群众中有几个法利塞人对他说 先生 责备你的门徒吧 耶稣说 我告诉你们 他们若不出生 石头都要呼叫了 使徒行传一章 耶稣和他们一同吃饭的时候 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说 你们要等候父的应许 就是你们听我讲过的 约翰是用水施洗 但再过几天 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他们聚集的时候 向耶稣说 这段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 第五 一旦我们有了圣灵 能正确地解读神的话语 这时我们就能明白时间和季节了 正是因此 帖撒罗尼加前书五章里的这些话 保罗是写给教会的 弟兄们 论到时候和日期 不用写什么给你们了 因为你们自己清楚知道 主的日子来到 就像夜间的贼来到一样 现在你们明白时间了 知道时间已经指定 即使你不知道是具体哪一天 但你知道时间 知道季节 我们已经在周围环境里看到了 将来所有事情的预兆 希伯来书十章 你们要回想从前的日子 那时你们蒙了光照 忍受了许多痛苦的煎熬 我们已经蒙了光照 我们已经看见耶稣的光 现在我们知道 我们是城墙上的守望者 能看到那个日子在临近 我们知道时间和季节 彼得在彼得前书四章说 万物的结局尽了 看哪 时间的概念即将消散 时间有开始 但即将结束 在时间之前的是永恒 在时间之后的也是永恒 看哪 历史上第一次 人类将被转移到永恒的领域 时间将不再有任何影响 听着 在我们的身体被转变成 荣耀的身体的那一刻 时间对我们来说 就真的再也没有任何意义了 因为有人会抱怨 为什么我还需要回到这个世界 来做王一千年 太久了 好吧 对主来说 千年如一日 一日又如千年 那时候我们会更像他 明白吗 女士们先生们 服侍的应当按着神所赐的力量 服侍 为要在一切事上 使神借耶稣基督得荣耀 荣耀全能都是他的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神终将去掉时间的概念 启示录二十二章 天使又指示我 一道明亮如水晶的生命水的河流 从神和羊羔的宝座那里流出来 经过城里的街道 河的两边有生命树 结十二次果子 每月都结果子 树叶可以医治裂果 所有咒诅都不再有了 城里有神和羊羔的宝座 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 也要见他的面 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 不再有黑夜了 到那时候 整个时间概念都没有了 再也没有黑夜了 他们也不需要灯光或日光了 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 他们要做王 直到永永远远 最后 我要用这几句话来结束 听着 诗篇第十八篇说 这位神 祂的道路是完全的 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 凡是投靠祂的 祂都做他们的盾牌 今天 主神给了我们三个词 忍耐 坚忍 耐心 信徒应该用这几个词 来装备自己 加拉太书六章说 我们行善 不要觉得厌烦 如果不松懈 到了适当的时候 就有收成 希伯来书六章说 并且不要懒惰 却要效法那些 凭着信心和忍耐 承受应许的人 雅各书一章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 经过考验 就产生忍耐 但忍耐要坚持到底 使你们可以完全 毫无缺乏 彼得后书三章 亲爱的 这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 在主看来 一日如千年 我们仍然还在这里 是有原因的 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因为伊朗还有人需要得救 你知道 如果我们被提了 那扇门就关上了 因此这段经文说 有些人以为他是单眼 但不 不是他单眼 其实他是宽容你们 不愿有义人灭亡 但愿人人都悔改 我要让所有加尔文主义者 来看看这节经文 赎罪不是有限的 神并没有指定 某些人下地狱 神希望所有人都能悔改 希伯来书十章说 又应该坚持我们所宣认的盼望 毫不动摇 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 我们又应该彼此关心 激发爱心 勉励行善 我们不可放弃聚会 好像有些人的习惯一样 却要互相劝勉 你们既然知道那日子临近 就更应该这样 自世界开始以来 我们是唯一的一个时代 既能盼望 祷告 又能看见那日子临近 看 我来自以色列地 是犹大支派的犹太人 我在这里 因为那日子快到了 因为我们就是那 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 这一切都要发生 所指的那个世代 因为无花果树又活过来了 我要用启示录二十二章 二十节来结束 证明这些事的那一位说 是的 我必快来 阿们 主耶稣啊 请你来吧 天父 我们感谢你的话语 感谢你预定了时间 我们保证不再打扰你了 我们保证要有耐心 忍耐 坚持等待 我们保证愿意尽最大可能 爱惜光阴 做你呼召我们去做的工作 直到你吹响号角 叫我们在空中与主相遇 带我们到天上参加大聚会 永远与神同在 在那之前 求你赐给我们忍耐 坚忍和耐心 求你让我们做这一切 能结出许多果子来 让我们信靠那位应许者 因为那应许的是信实的 我们感谢你 奉耶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